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先说一个过去24小时全球舆论最为关注的话题 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挫败了一起 印度特工企图在美国领土上暗杀一名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希克教领袖 此前,加拿大指控印度特工在加拿大成功暗杀一名 旅居加拿大的希克教领袖印加关系因此降入冰点 在点评印加交恶的相关新闻时 我曾经说过,加拿大掌握的证据相当确凿 印度总理莫迪羞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言行相当失策 这可能严重妨碍印度与西方阵营的合作关系 我们来看看美国做出同样的指控之后 印度的反应是怎样的 11月22至23日 西方多家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体 纷纷报道美国挫败了在其领土上暗杀希克教分离主义者的阴谋 暗杀对象是希克教正义组织总法律顾问 同时也是美国当地希克教领袖古尔帕特万特·潘农 他拥有美加双重国籍 因加钱不久涉及类似案件 使得两国关系交恶 因此这个最新劲爆消息 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这绝非空穴来风的媒体炒作 而是得到了美国印度政府和被暗杀对象的确认 当地时间23日 美国白宫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已经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 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跟印度交涉外 美国联邦检察官还对刺杀潘农案的至少一名策划者提出了刑事诉讼 针对媒体报道 美国国安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娜·沃森 当地时间11月22日表示 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 美国政府已经向印度政府包括最高层提出了这一问题 印度政府表示吃惊和关切 他们表示 这种性质的活动不是他们的政策 沃森还说 通过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讨论 我们认为 印度政府正在进一步调查这一问题 将在几天内就此提供更多的情况 我们已经转达了我们的期望 及任何被认定负有责任的人都应追究其责任 被列为暗杀对象的潘农本人对媒体表示 我相信拜登政府绝对能够处理好任何此类挑战 他说 就像加拿大公民尼加尔在加拿大领土上 被印度特工暗杀是对加拿大主权的挑战一样 美国公民在美国领土上受到威胁 也是对美国主权的挑战 11月23日 印度外交部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 称印度与美国之间进行了安全方面的探讨 美国分享了由组织犯罪分子 军火走私犯 恐怖分子 以及与其他人之间联系有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引起了两国的关注 印度政府正在进行调查 这份声明说 印度严肃对待此类信息 因为这也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从印度政府的这份声明来看 印度政府显然企图对此事遮遮掩掩 不过印度非常清楚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可以对印度造成重大伤害 面对美方指控 绝对不能像对待加拿大那样横满无礼 不给美国一个合理的说法 不把在美国和加拿大策划暗杀活动的凶手绳之以法 印度就会受到整个西方阵营的疏远和冷淡对待 印度当然可以选择投入俄罗斯和伊朗的怀抱 但这必定要以牺牲印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为代价 我一直认为 印度特工的暗杀行动 是军方和情报部门瞒着莫迪政府干的 现在看来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既然印度特工的暗杀活动扩展到美国本土 并且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住了把柄 离真相就不远了 印度特工在其他国家领土上从事暗杀活动 以及莫迪对加拿大相关指控及其蛮横无理的处理方式 都让我非常看不起 说回以哈冲突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临时停火生效的第一天 哈马斯共释放了24名人质 39名巴勒斯坦妇女和未成年者也从以色列监禁中获释 各方证实11月24日获释的人质共24人 包括13名以色列人 10名泰国公民和一名菲律宾公民 其中4名以色列人同时拥有德国国籍 在13名以色列人中有4名分别为2岁 4岁 6岁和9岁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 另有5名年长妇女也同时获释 泰国和菲律宾11名人质获释与哈以人质交换协议无关 是其他方面跟哈马斯讨价还价的结果 此前泰国和菲律宾没有严厉谴责哈马斯 反而批评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 呼吁在加沙立即停火 德国则完全站在以色列这边 在这次人质获释之前 哈马斯分别释放了两名美国和以色列人员 泰国外交部长班比 此前为争取泰国人质获释 访问了卡塔尔 埃及和伊朗 泰国政府表示 在10名泰国人获释之后 仍有20名泰国人被扣押在加沙地带 据泰国劳工部统计 目前约有3万名泰国人在以色列境内 其中大部分从事农业 到目前为止 跟哈马斯为敌的美国 德国和以色列有人质获释 同时跟哈马斯套近户的 泰国和菲律宾也有人质获释 令人意外的是 近来跟哈马斯打得火热的俄罗斯 哈马斯头目前不久访问莫斯科时 明确答应释放所有8名俄罗斯人质 但这次却没有一个俄罗斯人质获释 期盼所有人质能很快全部获释 被以色列释放的39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24名妇女和15名少年 其中多数人拘禁在审前拘留所 及相当于中国的看守所属于等候开庭审判的被告 少数是已经判刑入狱的罪犯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后 联合国得以扩大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救援的规模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1月24日发表声明称 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后 200辆满载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拉法口岸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当天共接收了137辆卡车物资 同时12.9万升燃料和4卡车天然气 当天也进入加沙地带 21名危重病人都已从加沙地带北部撤离 数十万民众获得食品、饮用水、医疗用品和其他基本的人道救援物资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 未来几天,联合国和合作伙伴将继续加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以满足加沙地带民众需求 哈马斯政治局最高负责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11月23日与伊朗外长会面时 称赞最新达成的停火是抵抗阵线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胜利 当地时间11月24日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 确认以色列已经安全接收了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哈马斯方面释放的第一批以色列人质 他在讲话中表示 以色列政府欢迎被扣押人员获释 以色列将致力于让所有10月7日被绑架人员获释 这次内塔尼亚胡没有重申临时停火后立即恢复军事行动 我想在这种举世欢呼的气氛中 他不好说太多的狠话 我相信如果卡塔尔透露的 在这次临时停火期间能达成释放所有人质的协议 临时停火会延长到所有人质获释 但除非哈马斯无条件投降 临时停火结束后 以色列还是会继续军事行动 直到彻底铲除哈马斯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当天出席一个绿党会议时说 有四名德国公民获释 我感觉如是重负 一名父亲在经历了49天地狱般的痛苦和难以置信的恐惧之后 终于可以再次拥抱他的两个小女儿和妻子了 他说 释放所有其余人质 尤其是德国人 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他也说 德国政府知道加沙地带平民蒙受的苦难 现在必须尽可能延长停火 以确保加沙地带平民获得药品 食品 水和援助等重要物资 美国总统拜登 11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赞扬美国的外交努力 协助促成了以哈林时停火协议 他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延长休战的机会很大 希望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劫持的所有美国人质 很快就能获得释放 一名记者问拜登的期望是什么 他说 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是一项合法但艰巨的任务 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时间 拜登说 我的期望和希望是 随着我们向前迈进 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和该地区也向所有各方施加压力 以减缓并尽快结束这一切 从拜登的最新表态来看 美国政府似乎在一股作气 彻底铲除哈马斯的立场上 有所动摇 这也可以理解为 政客们在公开场合所说的外交辞令 毕竟战争带来死亡和痛苦 没人敢抗拒和平的诱惑 而公开鼓吹战争 尤其是还有更多的人质没有获使 拜登需要避免发表刺激哈马斯的言论 他承担不起破坏临时停火的政治和道义责任 据刚刚收到的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当地时间11月25日表示 交换被扣押人员期间 以军指示暂停军事行动 在哈马斯被消灭 所有被扣押人员都被释放之前 以军不会停止军事行动 哈加里还表示 以军行动针对的是哈马斯而非加沙地带平民 以军将确保未来不再发生10月7日的袭击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月25日上午证实 已收到哈马斯11月25日将释放的人质名单 按照约定 在为期4天的临时停火期间 每天都会有一批人质或是总数视为50人 而将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 大部分来自约旦和西岸地区 他们将成巴士回返居住地 不管接下来哈以战争走向如何 只要不再卷入冲突 获得释放的囚犯将不会再入狱 以色列方面已经为即将获释的人质 准备好了礼物和药品等物资 以色列国防表示 我们已经完成了接收被释放的人质 从加沙返回以色列的准备工作 我们与政府各部委和安全部门协调 准备迅速接收被释放的人质 并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专门接待他们的地点 其中包括必要的医疗用品 在初步接待和治疗后 他们将继续前往医院与家人团聚 按照约定 在临时停火期间 以色列战机将不会飞越加沙南部上空 另外 每天将有六个小时 不会飞越加沙北部上空 但这不包括以色列侦察无人机 执行侦察任务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 十几辆以色列坦克今天稍早驶离加沙地带 近50天来第一次 天空中没有导弹轨迹 也没有空袭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 在停火刚刚开始 加沙南部的人们就举着白旗游行 高呼反哈马斯的口号 称哈马斯是加沙巴勒斯坦人 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 看起来 他们是真的想明白 加沙今日的苦难究竟是谁造成的 您知道现代历史上 哪个国家获得最多的财政援助吗 二战后的欧洲 2010年地震后的海地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或者非洲国家 错了 答案是巴勒斯坦 据统计 巴勒斯坦这些年接受的援助总额 远远超过了二战后 马歇尔计划对英国 法国和西德的援助 如果按照人均计算 巴勒斯坦更是遥遥领先 结果呢 马歇尔计划催生了一个富裕繁荣的欧洲 而巴勒斯坦收到的援助 大部分被哈马斯用来修建地道 将水管做做成火箭炮工程 练习滑翔散岗袭击 个人推测 经过了这次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 和其支持者在世界各地掀起的绿色浪潮 会引发蝴蝶效应 促使西方国家纷纷右转 近期的荷兰选举就是一例 荷兰极右翼议员维尔德斯在日前的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胜出 显然是得到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大力支持 维尔德斯主张驱逐非法移民 严禁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对荷兰的渗透 此前反对者不少 但哈马斯突然大规模袭击以色列 并屠杀和绑架了大量平民 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政治主张 而他显然不会是唯一吃到这个红利的人 下一个也许就轮到加拿大的右翼政客了 在接受加拿大政治评论员埃斯拉罗·韩德的采访时 维尔德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禁止伊斯兰恐惧症的危险 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都明确禁止伊斯兰恐惧症 及禁止渲染西方正面临着伊斯兰势力的严重威胁 他说 由于缺乏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 这是言论自由的终结 当前的精英没有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没有捍卫我们的自由 而是在帮助伊斯兰化并结束我们的自由 撇开普世的价值观而谈宽容 实际上是对文明的背叛 也因此 维尔德斯十分支持以色列 称其是黑暗的伊斯兰世界里的一盏灯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